现在来介绍一下这款设备超声波的使用方法 首先给设备加入电源跟气源 打开总开关 检查一下设备是否处于充电状态 第一步呢我们要把超声波的清洗汤呢 根据清洗件的大小加入适量清水 开启高频加热按钮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设定温度 我们现在设定的温度的话是50度 其中温度呢是45度 现在我们来放入清洗件 超声波加的水量呢是根据清洗件 只要慢过这个清洗件就可以了 这个超声波的作用呢是它可以使这个DPF中的气缝啊 它这个比较隐蔽处的这个碳氝队啊 脱离而达到这个更优质的清洗效果 放入DPF以后呢我们一定要加入 DPF搓声波专用的清洗液 它的比例跟水的比例大约是1比30 就现在这种状态的话估计要加一瓶半左右的量 现在我们来打开高频开启 这是超声波的一个设定温度 d加跟气缴呢是控制它的功能大小 d加跟气缴是控制它的时间 它缺了性的时间 下面的速度是按秒的地方 下面的按键是可以暂停跟启动 一般的要说这么多的时间 最后是炸油要8分钟以上